哈囉大家好 我是卡月 那我歡迎收看今天的 Graniches for Kakao OK 那首先先在這邊恭喜這個日服 開服 恭喜順利開服啦 而且好像還蠻多人還蠻喜歡的 對不對 日文要怎麼說啊 日本Saba リリスされました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是這樣嗎 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日本的玩家來看 但是沒關係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介紹這個 從永恆冒險Kakao一開始就可以使用的角色來做這個介紹 那因為我想這一次日服應該還蠻多的人會跑去玩國際服或者是日服的 好那所以我們就在這邊同意做個介紹吧 我不確定日服目前的狀況怎麼說 所以我們目前遊戲內的不管是版面啊還是系統 皆以韓服現在的為主好不好 那當然啦我還是知道說開服的時候跟現在有什麼差別 這個我還是知道的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就是這個角色 雅梅 這套是時裝你們不要太壓抑 這套是時裝 就像我剛剛講的 有些東西是韓國後來才新增的 就是這個時裝系統 各位可以注意到像這個 艾咪也是時裝 雅梅也是時裝 但是像我的小樂他就是一般的正裝 賽格特也是正裝 好的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個 雅梅的部分 我們今天要來介紹雅梅啊 OK這就是我們這個五星的雅梅的模樣喔 算是比較單調的一個魔法師的樣子 是 你看他大腿甜甜沒有啦 好啦那基本上這一套其實是源自於 應該說髮型是源自於他在這個 當初PC版S5的時候 有新立繪的狀況下 他們採用了這個髮型 所以他就把它繼承過來了 至於衣服的部分的話 比較偏向於當初 S5立繪大改的時候 一轉的模樣 那髮杖的話就是 髮杖好像是創新的樣子 再來是我們的這個六星的模樣 六星的模樣就是 髮型之外全部都是原創的部分 那其實個人還蠻喜歡這個造型的 他算是一個還蠻 就是很有大髮師模樣的一個一套 除了他有點暴露之外 是他胸前還不自然的龍血 是不是電出來的呢 那再來就是這一套 這一套是剛剛提到的這個是 時裝的部分 那時裝部分在日服以及國際服 應該還尚未時裝 那這一套是可以靠彩虹球買到的 所以說各位不用太擔心 一定要課金之類的 只要存好你們的彩虹球就行啦 是 那由於時裝系統還沒有說 還沒有推出 所以那我這邊就不多介紹了 OK 那我們這邊呢 等一下 等一下 我們這邊 等一下為什麼我要把它踢出來呢 OK 那我們這邊來介紹一下他的這個技能吧 OK 那我們這邊來介紹一下他的這個技能吧 OK 那我們這邊來介紹一下他的這個技能吧 好 那以下的部分全部都是由這個巴哈的 屍橫片野大大來做這個提供 那我們來看第一招 這招叫做隕石術喔 那基本上就是 它是召喚一個 魔法陣 那在魔法陣範圍內會 落下隕石 那這個隕石呢 會造成 335.1%的魔法傷害 那我想這個應該會是 在你們 國際服或者是日服會有的數字 因為 韓服把它上調到 465.3%了 然後會在5秒之內 燃 引起地面燃燒 造成1.5%的傷害 那這個是已經有這個 buff過的傷害了 所以說在國際服跟日服可能 還會維持在335.1%的部分 那其實這一招算是在 就是 特別是它buff過後呢 娘妹在這方面可以算是相當強大的一個角色 因為 它除了 它雖然消耗是 3點 然後冷卻時間用20秒 但它的傷害可以說是相當足夠的 如果說你在解任務的時候 有DPS要求任務 我覺得你可以用 雅妹的這一招來把它 達到目標 因為它其實知道這個傷害真的很夠 比起其他角色來說 雅妹算是一個相當暴力型的角色 更不用說它 20秒就可以有這樣的一個傷害 我覺得真的 很值得 相信我 好 那再來下一招是我們的這個 呃 呃 暴風雪 這個暴風雪 相對前面的那個 隕石樹來說呢 它的SP 扣除率就只有1 但是 它其實這招也是有很好的用處喔 它基本上就是在指定的範圍內會 可以 召喚一個大型的 也不算大型 就是 比陰石樹還要來大的一個 魔法陣 那在這魔法陣當中呢 最多可以讓敵人受到120%的傷害 然後 會降低80%的移動速度 喔 然後此外呢 呃 受到的基礎的這個傷害呢 會提升30% 意思就是說 就是等於是增傷作用啦 只要你放了暴風雪之後 再去攻擊敵人的話 那 敵人會多受到30%的傷害 我覺得這是一個相當不錯的要點 而且 等一下還會提到喔 就是 呃 等一下 我們會在被動還會有提到說 這個暴風雪還會有怎麼樣的一個 效果 再來是它的這個特殊技能 叫做彗星召喚 喔 不要看它這麼一短 這麼短一行 你有沒有看到它的數字多少 它這個還是有上修過的喔 它這個還是有上修過的喔 以前是1050% 現在變成1470% 現在變成1470% 我覺得是相當的噁心喔 噢 召喚一個會 召喚大量會心衝中地面喔 然後會造成 一個 破千的傷害 這個很猛 這個很猛 這一招雖然 它目前是我遇過的就是 消耗SP最高的一個招式 但是 我覺得換來的 傷害 還不足 我覺得很值得 相信我 就是你只要先放個暴風雪有沒有 再上這一招 哇 那個傷害就可觀啦 是不是 再來是我們的這個 被動 閃電脈衝 喔 喔 那它這邊 就是 你在使用暴風雪的狀況下 有15%機率 可以受到 魔法傷害喔 那它這邊還有額外的這個 它這邊還有額外的一些效果 是後來加上去的 師大這邊就沒有翻譯 就是在 原本的 翻譯串沒有翻譯到 我這邊就補一下吧 下面這一招是說 暴風雪美 攻擊5次 可以獲得一點SP 喔 所以我認為就是 雅梅在這方面算是 補足了她說 只有存火力的一個缺點 因為如果你純粹是火力 而沒有 其他手 沒有其他幫助的話 那其實 就是 你沒有SP點 你就無法攻擊 我覺得這是一個致命傷 所以它後來就 多出了這麼一條 受到5次 5次暴風雪攻擊 即可回復一次的這個 SP喔 我覺得這是一個 相當不錯的改動喔 對 那 至於上面還有一個 這個180% 沒意外是180%的魔法攻擊 額外傷害一次這樣子 是 OK 那目前它的評價在韓服是這個 4.7星喔 滿分5星 4.7的評價 我個人認為還是不錯用的喔 怎麼講 因為它 我不知道反對人 為什麼反對 因為我個人還蠻喜歡這一隻的 好 那我們就來 稍微實測一下這個 稍微實測一下 這個雅梅在實戰中的效果吧 也不是實戰的 就只是練習模式啦 也不是實戰的 就只是練習模式啦 欸等一下 我這邊剛好講錯了 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被動啊 閃面脈衝這邊 它說從 它是整個重置了 改成暴風雪 又緩速15% 及 額外180%魔法攻擊傷害 然後 攻擊武士會恢復1SP 這部分剛剛已經 確定到了 OK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雅梅大概就是在遊戲裡面 長這個樣子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暴風雪 大家可以注意到 它就是會不斷的 緩 它會緩15%的速度 以及這個 持續傷害喔 然後再來是這個 隱石速 它的範圍大概是這樣子 喔 其實 還行啦我覺得 喔有沒有看到它的傷害 直接以4000起跳的喔 我們再看一次 這個 暴風雪的範圍其實 偏大 但是它的傷害 都是 100在跳的 其實個人認為算是還蠻少的 對 喔我是不是叫太多怪物了等一下 等一下我是不是叫太多了等一下 我的天啊 沒關係喔那 我們來看一下喔 它是有增傷30%對不對 錯 它已經被移除掉了謝謝 是嗎 被移除掉了嗎 要死掉了啦 欸 壓血 好行行行行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 這一招喔 就是我們的运 迴星召喚 是 就是像這麼一大 這麼一大顆的隕石 直接砸下來喔 OK 各位可以知道他們的傷 他們的血量其實已經降到半以下 這是傷害像 是相當可觀的一個傷害喔 OK 這樣就全部清掉了 OK 那我們再叫個幾隻出來看看吧 你知道他不讓我移動喔 我現在真的覺得很尷尬 我們再來看一次喔 這個傷害到底可以到多高呢 其實我也沒有實際看過他的數字啦 因為他的數字都跑太快了 但是至少可以確定的是 他傷害算是在 這些傷害 就是 至少是這一招的三倍以上 我覺得這算是一個還蠻不錯用的角色喔 OK 那我們現在回到大廳去吧 那至於雅梅他適合什麼裝備呢 個人是覺得 因為他本身技能傷害 就已經相當可觀了 所以說 按照這個 師大他的 他的推薦 是這個 橘色裝備喔 這個之後 如果我有時間做這個 遊戲介紹的部分的話 我們會再講到這個 裝備的顏色 喔 裝備顏色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呢 喔 這邊就稍微先簡單帶一下吧 呃 我們從這個R關來看喔 第二張的R關呢 這個商店裡面 其實基本上他有分這個 四種的 他有分三種 四種 對四種 不好意思 他有分四種的裝備 分別是紫裝 藍裝 綠裝 綠裝 以及我們的這個 橘裝 喔 那這個 裝備 他們到底有什麼差別 其實就是在於他們的這個 能力值 他們的能力值加成 算是這個 呃 有差別的 喔 就好比 呃 紫色 他的 他有 總共有 欸 這幾個 五個 五個部位效果 五個 裝備藍 那他總共有四件的這個 效果 那其實紫裝是在這個 提升暴擊用的 最主要是提升暴擊用的 然後 藍裝是 降低技能冷卻 然後 綠 是 增加攻擊速度 紫的 欸 橘的話則是提升技能傷害 所以在這個雅梅的選擇方面 我個人也是 就是比較認同說 橘 用橘裝來提升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 那個叫什麼來的 技能傷害 因為他本身技能傷害就很足夠了 那 這個是目前 卡約的雅梅 然後 那時候 其實這個 這一套是比較早拿到的 所以說那時候是用紫裝 但是 現在就是 改成用橘裝了 那 各位可以 值得注意的是就是 他是兩件套兩件套在 有這個 效果的 而且他好像還沒有分說等級 就是純粹是顏色一樣就可以發動 所以 他的效果 因為老實講 各位可以注意到 這是8 這是13 這是不一樣的裝備 可是他的 效 套裝效果還是有發動 所以個人認為是這方面 只要你顏色對了 不管你的階級怎麼樣都是可以對到的 我是這樣想的啦 因為我看不懂韓文嘛 OK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的這個 雅梅的部分喔 然後這邊還會有這個效果 但實際上這我還是看不太懂阿 下面這邊是被動阿 對 不要問我為什麼會有這些被動我也看不懂 那至於這邊是他的能力值喔 對這邊應該是PVE跟PVE的能力值差別 把大概 喔 不是這邊是進 這邊應該是進攻方就是 恩 這遊戲有PVP嗎 那這是進攻 這是防守方的部分 然後這邊是故事 看不懂 然後這邊看不懂 好 OK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 雅梅 的這個介紹喔 那 關於這個 剛剛 在技能重製的部分 有些部分 有講錯 這個 我會在 我應該有在 剪輯的部分 有附上這個 正確的素質 那 還請各位就是 多多包容一下 因為畢竟 師大的資料真的是 蠻久 一段時間沒更新了 是是是是 好啦那就是 就是這樣子啦 喔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在Youtube下方點個訂閱 以及喜歡 就可以得出每週 或者不定時的最新動態 那你看到 粉絲團按個讚 Twitch按個追 屬於Twitter按個跟屬於 嗯哼 那就是這樣子啦 OK 那我們就 下回再見囉 不知道下一回 會介紹哪個角色喔 沒意外 沒意外 應該是 我不知道耶 第二個遇到的角色是誰啊 喔 那總之 應該 應該 一樣是最一開始的那幾隻啦 我們應該會從這裡面挑一隻來做 沒意外 可能會先做馬鈴的部分 其實馬鈴我沒有玩過耶 很少玩喔 很少玩他 是 好的 那就先這樣子囉 謝謝大家的收看 喔 喔對 順帶一提我拿到Dial了 好爽喔 你看Dial好帥喔 Kono Oore Dial 是不是你看腹肌甜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